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话题也恰好为什么我开心呢 是我的一个爱好 但我是有爱无学 所以喜欢跟您聊聊 对 因为上回录影 刚好严老师离开 我就看到文涛门脸春风 他说你要玩就学到很多 对 嘉惠也是收藏家 整天张爱玲的手稿要卖给我 我是出卖家不是收藏家 只有一份 我就整天想拿去换一个房子 张爱玲的手稿也很珍贵 非常少 但是今天我想让严老师教教咱们什么 怎么审美中国画 我说的不是今天的中国画 是咱们国宝古代的 而且有一个我比较关注的 就是这张画 我先后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过 后来他也到中国来展过 我在上海博物馆也看到过 而且这张画这个背后啊 非常有名 非常有名 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跟徐悲鸿有关 跟张大千有关 跟这个王几仙有关 甚至还跟中国这个古画啊 这个真伟的鉴别 闹过国际性的学术事件 是 这个是整个书画领域 在七八十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因为这张画的名气太大了 我们今天管它叫西暗图 这是举世文明的 但是这个徐悲鸿当年在广西桂林拿到第一次的时候 叫水村图 当时还没有定名 到1967年的时候 这个谢之柳先生给定的名字 但定名以后呢 很多学者之间就有争论 因为一旦把这个画确认为 这个晚唐五代 就是尤其上面它落的款 有北院副史 董元 这个元不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水元的元 是一元两元的元 有了这个落款 一旦能确认是他的作品 那这是轰动性的 所以当年争论的原因也在于此 因为董元 在我想象当中 那就是神仙式的人物 在中国 你比如说这个中国当年明代的 这个文坛领袖 这是最最牛的了 董奇昌 咱们都知道董奇昌呢 他就划分 就是说中国话 分成南宗和北宗 然后呢 他说这个南宗的老祖宗 祖师爷 一个是唐朝的王维 就是那个诗人 再一个就是说董元 到底有没有世上 今天有没有真的董元 对 但是这个来讲呢 这个董奇昌 这个董玄载 这个南北宗的说法 当年实际上 在后来 尤其是二世纪 三十年代前后呢 被整个学界 当时有很大的抨击 因为他相当于是 叫做阳南 异北 所以说他把南派 在当时推得非常高 但这个来讲 我认为没有高低之争 因为呢 南派所谓的这个王维 是北方人 他不是南方人 很多北派的大话讲 是南方人 不是北方人 所以南北应该是同流的 他实际上是中国 地貌的两种体现 比如说中国绘画 实际上这里边就讲到 南派和北派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北方的山 土石和植被少 南方的山植被多 就是风貌好 所以南北方就有差异 咱们就可以结合这个话看看 就是这张西暗图 最近有个什么新闻了 就是我才知道 原来他放在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吧 是借展 还还不是他的 对 是属于一个叫唐刘谦 唐刘谦 对 一个香港 一个是不是一个香港家族 应该是港人 但是他在美国年数很久 他家族这个好厉害 就是他唐家在香港 应该说唐一年先生 就是他家的人 一个系统的 并且他这个男孩子 就是中国人讲这个男女之别了 男孩子他家弟兄四个 全部是以马字旁命名的 所以说这位唐先生也是香港人 就是他等于说 今年前一阵出的新闻 就等于是不是他这个家族 就正式把这个画 捐给大都会 现在的所有权 就应该是美国纽约 大都会博物馆所有了 咱们看看 咱看看这幅画 这就是当年是船 是五代董元的 那要是董元 那就是一千年前了 对神品了 叫西岸图 九百多年 这个画 您说这个咱这个 你觉得这个画最美在哪 它是整个的布局 这个画的整个布局特别漂亮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个南北方这个地貌的差异 他用的这个是披麻村 中国的这个村法很讲 土山 不是 他这个山还更多的带有南方气象 就是南派的山 山水 并且呢 就是董元在处理山的时候 是有它的特色包括它的这种网文水格的处理 画水 对对对对山水 山水 中国的画就是一定要见山见水 这是山水画的非常高的境界 有时候可能你在一张山水画上 咱们再看看细部 咱们再看看细部 可以看一下局部 它那个在水 它在水岸旁边有一个这个亭格 有这个一个就像文历一样的 就是一个文士 然后它的家眷抱着孩子 然后就还有它的一个侍者在旁边 实际上这个从书画到70年代前后呢 这个书画争论的时候 有一些大学者已经开始把这个辅助元素放进去了 比如建筑结构 通过建筑结构来判定这个画的时代 所以你知道 江辉我为什么说这个画呢 我也曾经特别感兴趣这个画 有点像这个武侠小说里边的这个传奇 有些情节 而且跟咱们很有联系 你知道就是呢 这个当年这个画啊 据说是从徐悲鸿卖给张大千 然后呢张大千反正转了几个手 他是在广西先发现的 然后呢张大千后来呢 到了纽约 到了这个卖给王几千 王几千也是著名画家 收藏家 手里 然后呢就通过这个唐氏家族 他就是王几千先生把这个卖给唐先生 唐氏家族 对 当时就说就放在这个大都会博物馆 寄存在大都会博物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北京有一位嘉宾 就是曹星元老师 这个是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汉学家 叫高居汉 高居汉呢 曾经跟这个曹老师呢 是夫妻关系 所以就那个时候呢 高居汉突然一语惊人 说这个画啊 是张大千造假的 当时啊 召集这个学术会议 就说就很难相信 世界轰动 世界轰动 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呃 现在结论是三个 一个呢 就是他是董元本人的原作 第二个呢 就是他是旧画 时代应该在北宋 第三个呢 就是说张大千的旧笔 就或者就是张大千的魔本 但我们从现在能 这个纽约大都会提供的 最清晰的照片来看 呃 无论是他的墨色 呃 绘画的结构 包括这个所谓的捐本 纸质的机理 呃 这个画是旧画 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呃 所以这是新的结论 是因为我追这个 呃 很多年 争论 对 对 我追争论 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 没有 我感兴趣 当年很轰动 对 我感兴趣是什么 是他们的背后的团伙 互相骂来骂去 对 因为每一个 你说高居汉也好 啊 每一个参与的学者 在学术研讨会背后 都有他们自己的 入门弟子嘛 当然 因为有些是我的长辈嘛 比我高一辈的老师 我要看他们在背后啊 吃饭的时候 互骂 他懂什么 他就不懂 他只是替他 然后还最刻薄的说法 是说 实时 他是知道他老师说错的 可是他不敢出来 纠正他老师的说法 你说这个就是 中国文人 四个最不愿意听的 文人相亲 对 然后或者说 为了老师嘛 为了他知道 他老师 他老师是台面上去 比赞的人 那时候高居汉 要分阵营的 对 然后他们不同的阵营 就骂来骂去 我就看到那些 我当时还年轻 我觉得 做学问 学问应该一就一 二就二 他们为了这个图 然后变成说 互相互不往来 党同乏意 实际上您说 这个问题 在整个中国艺术品 鉴定里边 是个很特异的现象 就书画鉴定是最难的 因为他很多东西 是不确准的 完全靠所谓的流传 和专家的视角 那就专家的饰演 和他研究的状态 决定这个东西的看法 但我刚才说的 就是咱们最新看的 这个材料 就是说 无论从他的捐 他的墨 他的行 他的行笔的手法 这个跟张大千 肯定是没有任何关系 张大千就算是神 他也达不到这个高度 那这个里边 就是有可能 我更倾向于 就是说 因为现在他也是这样 讲传 传是五代的 董元的著作 他这个东西 应该是在宋代 或者是在12世纪之前的 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实际上现在的画 能超过七八百年的画 已经是不得了的了 因为大家知道 它是一种织物 或者一种麻物 或者是一种纸张 这种东西能保存上千年 画的捐上 对 这个已经很不得了了 那你说你相信 是有新的材料出来吗 还是有新的鉴定 一个是现在大家的通行的 一个判定标准 还有一个就是 我认为今天的学者 可以赖以使用的技术 越来越多了 大家应该是基本默认 或者是默守 这件作品的时代 肯定是旧的 我们说的旧 就是肯定是有时代性的 那这个旧的话 可能就跟元明没有关系 最起码跟明代以后没有关系 那就有可能是明以前的作品 假定能超过明代以前的 这件作品已经非常厉害了 但是您这么说呢 就是我也可以插一个话题 就是说这里边啊 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初学者啊 我觉得呢 我们看这些东西啊 其实提供给我们一个学习 对对 欣赏画的一个很好的路径 谁对谁错 我也不知道 它是通道 但是他们讲的这个理儿 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 比方说我们知道张大千很有名 对 实际上的这个中国 还有很大的老先生 这个权威 谢志柳 很有名 谢志柳一辈子啊 也是研究这个董源 对 谢志柳的夫人叫陈佩秋 对 陈佩秋老人现在还活着 也是也是画家 对 我看过他 他铁口之断 他现在提出的一个极端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过去啊 就说著名的董源 被认为是三个标准的 是在咱们国家 在咱们那个国内的 对 有三张 就是肖乡图 下井山口带渡图 还有一个叫什么 在上海博物馆的 有这么三张 过去传统认为都是董源的 那么 他就说呢 他说的还挺传奇 他说这个张大千呢 到晚年临死以前 托人呢 给谢志柳带了一个画 他说当时我就在谢志柳旁边 他说张大千托人带的画 就是说啊 说你告诉老谢啊 他在这个三张画上 画了一辈子的功夫 说不要下功夫了 我觉得这三张画都有问题 然后呢 他说谢志柳当时跟我说 说张大千老糊涂了 就这么可能的 是吧 他说但是呢 他亲笔写的 但是呢 谢志柳老了 就是在离世之前 他说谢志柳跟他讲 他说张大千是有道理的 这三张啊 确实可能有问题 于是现在陈佩秋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国内的这三张董源 反倒不是董源 反倒他们认为 大都会博物馆这个西岸图 才是真正的董源早期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您再给解释解释 枪枪三元一行 广告之后见 那严老师你对这争议怎么说了 我认为这个来讲还是新旧的问题 就是张大千临离世之前 或者是谢志柳先生离世之前 他讲的话 我认为是学术的另外一种真诚 或者是另外一种谨慎 就他发现这张画可能未必是董源的 但是不排除他的风貌和他的时代属性 可能他原来执着的人有问题 但是这张作品是旧画应该没有问题 我认为两个老先生最后讲的话 异曲同工 就是我追逐了一辈子 这个画是董源的 我现在发现他可能不是董源的 但他的确是老画 但是你说我给你看这个两个图片的对比 这也挺好玩 就是说像陈佩秋先生 他甚至他自己也画画 他甚至认为 就是国内的这三张传统上的董源 比如说是什么下井山口带渡 或者什么肖像图 他认为甚至有可能是元朝人 然后呢 他还举一个例子 我后来找出这个画来 就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赵孟府 赵孟府是元朝的 是吧 赵孟府 那么他就说 你看国内的这三张董源的画柳树 后来我还真找到 就是辽宁博物馆的这个下井山口带渡里边 这个柳树 你可以看一下 你看 咱们导演出一下 你看 这是下井山口带渡 画柳树 是这么画 后来呢 这个陈佩 我看了陈佩秋说的 说赵孟府画的雀花秋色图里边 他说你看下边就是赵孟府 元朝赵孟府的 雀花秋色图里边画的柳树 你对比一下 你觉得像吗 有类似之处 但是这个赵孟府的这个柳树和前面这张还是有差异 有差别 有差异 对 在一个中国绘画画师的这种临摹技法 一脉相承 就是他从宋代以来就有画家林唐代的画本 这个南宋的画家林 北宋的画本 元代的画家林这个南宋的画本 包括我们到了民国的时候 还有戒子园画谱 大家是很多画是旧习俗 包括张大千为什么那么厉害 就是他对这个绘画林本的技能非常强 历朝历代的名家作品 乃至敦煌的作品 他都规模化林魔国 所以他等于把前人的技能像练武功一样灌注在自己身上 我进行技能的柔化 再在我的创作中呈现 所以说绘画的这个文样笔法的长期使用是一直存在的 这个也是造假的原因 我临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我可以直逼古人 那就只要我能确认这张捐本 纸本是老的 墨是老的 那你用所有的技术在检测的时候 它就是老的 因为墨 纸笔法都是老的 只不过是我画的 但是气息和宋人原人是一个调调 所以书画的鉴定难也在于此 对 有时候更火是说 那个当然是旧的 可是还获得认证 作家本人 我们叫董锡昌的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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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工厂生产线一样 找个徒弟 然后他自己最后盖一个章 对盖个章 这个叫代笔 这个在古代 当然是旧的 像我就回台北 我小姨子的家 花了好大的钱 客厅就挂了董锡昌的字 我就跟他讲 这是他学生 然后他就代笔 对 代笔 然后他是旧的 可是你买的就是想说 欣赏了 想欣赏他本人 你花了那么多钱 你最后是会崩溃了 您说这个实际上 就是我们以当代绘画为主 就是近 比如说新中国以后 49年以后 很多画家很有名气 大家会发现 实际上我们在短短的50年之内 鉴定50年前一个画家的作品 就很难很难了 不要讲500年 1000年前更难 今天来讲很多画 鉴定 为什么要逼着画家拍照 拿着画 甚至还有PS这个照片的 就是要确准这张画 是经过这个画家本人的 那就知道 实际上书画的鉴定的复杂程度 非常之大 而且你觉得 是不是中国人 对这个真假 传统上就跟西方人的理解 不太一样 西方只有 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 就是没有中间地段 我说我跟很多朋友说过鉴定 西方人就讲 Yes and no 没有中间像 中国有很多时候是有中间像的 这个是我们大哲学造成的 中庸哲学 就是我可以取两者中间 他说 说他老 他不绝对老 说他新 他又不绝对新 说他假 他又不绝对假 说他真又不绝对真 他是中间 实际上这个和西方的 甄别系统不一样 假如你说中间 我觉得概念上面 已经是分了真假 因为只有说野真有假才有中间 对 那假如说 他也是 他是满足自己的判定 他也真也假 真假叫概念对他不太重要 反正他旧的东西 可是话说 话说回来还是会崩溃 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张大千 传个话 我在想那一位谢先生 谢志楼 然后一辈子研究了他几张话 他认定他是那个手笔 是这个人的作品对 对 灵老了 朋友讲的时候 他还不相信 到最后 他自己改变 也投降了 我觉得崩溃了 实际上是他是 对最后 我认为这种就 某种意义上 类似于学术总结 就他对这个东西有判定 哦 我以前可能太武断了 或者是我以前太绝对了 实际上中国在书画 这个鉴定上 历来如此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很多 包括这个很多很有名的 像我们说的蓝亭旭啊 为什么有很多什么神龙本啊 什么等等 这种本 那种本 原因就在于 他是勾苗本 我们叫下真机一等 相当于唐朝的复印剑 影印剑 但是呢 留存一千年以上的唐朝影印剑 到今天也很珍贵了 所以我就是说 中国这个艺术啊 这个神龙剑手不见尾 就是这个国家啊 最珍贵的东西啊 都不是真的 我该怎么说呢 就说这个复制品啊 对中国这个文化的影响太大了 非常大 我们今天所说的 比如天下没有王羲之的字 最接近 人们认为最接近真的 就是故宫那个 对 就是还是逢成素 唐朝逢成素 双钩嘛 那可以说是那个年代 最好的复制品 对 就是等于咱们最好的东西 是复印剑 往往都是说 比如晋朝的画啊 唐朝人的某本 某本 所以你看中国人的概念什么 假的也是真 也是很有价值的 这个 在这个很多时候讲过 就是假作真实真一假 但是呢 这个假 我认为要从很多个层面来讲 你比如说这个 二战的时候 这个美军核轰炸 核爆以后呢 有一张非常重要的 王羲之的字 灭世了 整个瞬间灭世了 但是有照片 最新的新闻 或者我说的新闻是有几年了 完全用新的印刷技术 把这个东西完全的印出来 那就等于你看到的原作 但内建就已经没有了 它实际上还是复制品 这个实际上是文明的 我认为是另一种延续 真假也要放在大层面看 不能说光看绝对的真假 因为时间属性非常重要 对 所以我说我就爱买今天高仿的复制技术 我就跟他们说 我说这歌古代就是下针记忆的 那当然 那倒有福气 咱能够拥有 假如说再过1500年 所有都灭世了 只有文涛这一张留下来 你的就是第一 下针记忆的 而且你可以拿放大镜 就仔细看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学者搞的这些 我们为什么要去琢磨 我是觉得 我去琢磨的时候 就看到了中国书画的美 你比如说我找出一组图片 咱们这严老师讲讲 国画有很多技法 其中有一种就是村 我小时候头一回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还说我们北方人 东手破了 就村了 为什么叫村呢 咱们可以结合一些图 这个严老师给咱们讲讲 咱们可以看看 你看这也是下井山口带渡 这就是所谓说 传说董元就用 用匹麻村 对 匹麻村 这个村法呢 实际上是中国的这个村法呢 在画史上研究多达16种之多 无数的名字 这种就是 顾名思义 就像是匹麻一样 也有点 他这个也有这个台点村 等于也加了一些 他这是多种村法用在一起的 但是呢 这个就刚好用了 刚才文涛讲的南北的差异 北方的这个村法呢 是以府庇村为代表 因为山是裸露的 咱们可以看看府庇村 你看下边 这个也是南方系统的 这个也是这一类的 南方南市的村法 感觉这个山不是那种石头 不是石头的 不是石头的 所以他就用不同的村 匹麻村呢 主要就是南派使用 就是南方的山水画 用到的匹麻村是最多的 你再看下边 对 他要展现这个 这是府庇村 这就是北方的山 整个这个在整个村法中呢 就是整个中国南北方 是有两个大的系统 你只要记得府庇村是北方的 匹麻村是南方的 你看这就像表现 好像北方的石头山 对 裸山 这种毛笔就哗一下 哗过来 就下来 哗山就这个样子 这就是因为这个表现 山石的质感 就府庇 像府庇一样 还有一个南方的山 宛约温柔 北方的山 更加的宏大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黄公望 富庇山居图 这也是南方的 匹麻 对 也是匹麻村的转化 匹麻村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光这个村 还有什么雨点 对 这就是咱们这个塑造形象的手段 你觉得这跟西方有不同吗 跟西方有差异 西方人就是他最早的时候会对大型的块特别敏感 最后是线条 中国人是从线条转向块 色彩也一样 就是中国人对色彩的要求实际上在西方世界未必像中国人这么追求 但是进入现代的西方社会 比如他们会用重色 比如我们看现在最新的西方的当代艺术 颜色特别重 包括毕加索等等的这些 但中国人早期对北方 比如我们东北 那个大花床单大家见过 红的绿的 那个是西方人受不了的 但现在西方世界就喜欢无比 我们说它很村 很村的是农村的村 但这个村现在是最时尚的 最model的 咱们的女明星都穿到西方的红毯上去了 对 东北大床单 这个就是颜色的转换 实际上这种颜色来讲 它实际上是大跨度 你比如中国古代的宫墙是红的 中国宫殿的瓦是黄的是绿的 红墙黄瓦的房子一定是最高级别的天宫 这是在中国人对色的追求 比如说你想皇上每天上朝 穿一个我们叫明黄色 也叫姓黄色 这是极色 只有皇帝才能用 非他人可用的颜色 你想每天穿一个正黄色的衣服上班的人 那是不得了的 那所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展现一些特定的威仪 今天主要是交通督导员 对对对 早年不会有这个状态 那我家里收了一些 不是收了 因为假东西不能叫收 买了一些高仿的 中国话 书话 可是有个烦恼 因为你要把它挂起来 要跟家里装装饰环境配才行 所以没有 没办法 我都用最基本的 而且是大学提供的 那种美食的沙发 牛皮沙发 我跟你建议不要挂画 挂书法 挂书法特别好 因为中国的书法 你看得懂草书就看 看不懂草书就看线 我看过一个欧洲的新闻 看了我当时很好笑 后来感觉西方人是另外的一种艺术智慧 就是说法国有一些 很棒的装饰设计师 把中国书法挂在他的房子里 但是不分方向 上下左右全部是颠倒的 他就要的线条美 实际上来讲 你说的这个家具 包括满意说的 您家里这些家具 可能和书法的线条更搭 画是因为它有一个色调 我们说的旧画都已经黄暗 这个黄暗的颜色是不好靠的 但是书法 我们只追求它的线条 挂在今天中国 任何的一个房子里都会很漂亮 西方世界也很漂亮 我跟我家具商配 最后没有办法 还是挂回画 画了皮卡索 那是颜色 配了颜色感觉 和它的一些特定的感受 挂那些画也好 我觉得画框非常重要 对西方的画框很重要 配起来 然后我放在脸书上面 好多人以为是真的 我现在反倒就是过去偏好西画 现在我反倒觉得 我家里没法画油画 那是你水平越来越高了 不是 就是说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中国的这个书画 永远都不过时 它是永远不足起传统的 对啊 那个油画有点像同胞样 我已经看得到 不过时 晚上 照顾 所以很多人 不是 说